金錢進行證指的是人們對自己擁有錢財的自我認知與現實不符的狀態 這樣的現象在美國年輕族群越來越常見 擁有30多萬名粉絲的理財網紅達夏本身是一名個人財務顧問也看到這個趨勢 我們一直在擁抱著我們應該買的、我們應該要做的 甚至你做得很好,實際上是難以掌握因為我們一直在擁抱著我們應該要做得更多 達夏幫助他的客戶嚴格審視自己的財務狀況 不需要與他人比較 人們有時候做得更好,對他們覺得 一的分別是一種經濟性的分析是我們朋友的分析 金融心理治療師說金錢畸形症讓我們的大腦進入生存模式 那種分析會引起這個想法 我活著還是不? 我如何做得比我朋友的分析 以為避免那種經濟性的分析 我們會避免錢的問題 如何幫助控制金錢畸形症 專家建議審視自己思考金錢的頻率 取消追蹤導致愛比較的社群帳號 多查看自己的支出狀況 以消除對未知事物的焦慮 或是在購物前停下來多思考一下 24、48小時 因為你必須要想自己想 是這真的會帶給我價錢嗎 社群媒體是促使人們消費的推手 也伸出另一個新造詞 Spaving Enter Spaving 如果有人花了更多 要更多 儘管這時通貨膨脹 美國人持續花錢 信用卡債務高達1.2兆美元 與此同時 線上促銷活動 比一年前增加了26%以上 美國民眾為了省錢而花錢 看到商品大降價 就覺得買到賺到 這位家庭主婦說 他會省錢購買家庭必需品 但有時候只是為了折扣而花錢 要避免陷入腦波弱亂買的情況 理財專家建議 遠離罪惡溫床 退出折扣訊息群組 寫下購物清單 不買計劃之外的商品 謹記無論東西多便宜 買了就是多花錢 避免衝動消費 才能保住錢包 TBS新聞綜合報導